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两个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刚刚结束没多久的2021年 成都田径邀请赛 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处在第5跑道的湖北队 本场比赛湖北队的对手 分别是处在第4跑道的江西队 和处在第6跑道的辽宁队 由于每一半都要跑400米 所以这对运动员的体能方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是男女混合接力 所以半车的顺序 也是非常关键的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 欣赏精彩的画面 第1半湖北队和江西队 都派出了女选手 结果第6跑道的辽宁队 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派上了男选手 比赛开始后 辽宁队第1半男选手 起跑非常不错 处在领先的海底中 而湖北队第1半选手 起跑就会稍微逊色一些 处在落后的位置 由于第1半是男选手的缘故 这也让辽宁队 很快就将身后的 湖北队和江西队 渐渐甩开了 湖北队和江西队 第1半女选手 也在咬牙直追 当第2半交接的时候 辽宁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 湖北队和江西队 也紧随其后 完成了交接棒 第2半3队 全部都败出了男选手 因为第1半 建立了绝对的领先优势 这也让辽宁队遥遥领先 而江西队第2半男选手 很快就逆转了 辽宁队第2半选手 当上半交接的时候 辽宁队依旧还是 第1个完成了交接棒 湖北队落后10米远 逆转了江西队 是第2个完成了交接棒 第3半3队 全部都败出了女选手 由于第2半 建立了较大的领先优势 这也让辽宁队 第3半女选手 跑得非常轻松 身后的湖北队和江西队 也追得非常轻 渐渐将差距缩小 当最后一半交接的时候 辽宁队依旧是 第1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湖北队落后5米远 是第3个才完成了交接棒 最后一半辽宁队 只剩下女选手了 而湖北队和江西队 都是男选手 只见江西队和湖北队 最后一半男选手 很快就超越了辽宁队 女选手冲到了领先的行列中 只见江西队 最后一半选手 跑得非常快 不过湖北队最后一半选手 也追得非常凶 而辽宁队最后一半选手 已经被渐渐甩开了 当比赛进到最后100米 转回直到较人的时候 江西队处在第1的位置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处在第2的湖北队 最后半选手 开始展现了超强个人能力 很快就实现了力转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只见湖北队最后半选手 继续再奋力冲测 缓红是江西队 最后半选手的体能 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 最终湖北队在 甩开对手6米远 以三分27秒83的成绩 逆转夺挂 而江西队和梁连队 轰获23名 从前三半落后5米远的距离 再到最后半的强势爆发 再甩开对手6米远逆转夺挂 只能感到 湖北队最后半选手的 个人能力真的太强了 而梁连队也因为 自己的半次顺序问题 吃到了苦头 不过没有尝试 其实不知道差距在哪里 或许这正是 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好了本期视频介绍到这 看起来体育赛事 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